这个工作表,反正第一个就是要查的,第二个是黑名单,第三个的话就是查完之后帮我把结果放在这边,所以我有一二三,那最好当然是查询结果,以后可以按个按钮,自动全部帮你把它,全部查完之后就帮你搬过来就好了,不过在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当然还是要动手一下,那怎么做会是最快的? 其实基本上一,用刚刚讲过的函数,哪个函数呢?其实用什么呢?最近使用过的抗义符,按确定,那抗义符的话,你可能需要两个引述给它,第一个range,它会问你说,你要比对,其实抗义符就是先比,符马比对,那比对的范围在哪里?其实range指的是什么?黑名单 所以记得,把这个黑名单整个选起来,那整个选特别注意,先选这一个,然后以前的选法,你们可能会这样一直往下选嘛 不过千万不要这样做啦,因为这样可能选到下课都还选不到,而且还会过头,因为两万多笔 所以记得,应该知道会用一个功能吧,就是叫什么呢?control shift向下 就好了,OK,就是A2,点下去嘛,然后呢,就control shift向下,它就会移到最下面一笔就OK啦 你应该会啦,这个我想工作一定会用到 好,第二个的话呢,切回到criteria 意思就是说你要找什么,在这个范围帮你比对什么?就是比对这个嘛,不就好了吗? 如果回来是1的话,表示有找到吗?0的话就没找到嘛,就这样就OK啦,所以按确定啊,你把它点两下 全部查完了,对不对?那查完之后呢,第二个就是,那我们需要什么?把1的留下来,把0的不要显示 那最简单的方法,应该各位有用过一个功能叫什么?资料里面的什么?筛选吗?筛选里面的话,你可以把里面的1留下来,把0不要显示 全部1就显示,然后你就把游标放A2,Ctrl shift向下 有没有,一样嘛,刚刚整个选起来,Ctrl C 再切到查询结果的地方 Ctrl A1点一下,然后Ctrl V贴上,那你就大功告成了嘛 顶多是你贴心一点,切回来这边,把筛选拿掉 这样子又恢复了,那再贴心一点的话就是,再把B栏给删掉 不过这个我想,删掉没关系啦,这个也不是什么 也就是你,如果像这个事之前有个同学,他问的问题 因为每天让他查这些东西,他很浪费时间 我说很简单啊,你不是要两下就好了 对啊,他说,哇,怎么这么简单 对,本来就不是很复杂,对不对?用康义符 所以康义符,他不是说只能够做什么呢?做算几个的条件 还可以怎么样?两个范围 新旧,假设吧,你只要比对两个范围 他们有没有重复的地方的话 其实都可以用康义符来做 像我常常用他比如说,比对两个范围 里面新的版本跟旧的版本的清单 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马上就查出来了,一下就知道哪一个了 都不用像以前还要慢慢去找 所以如果有两个范围的比对 或者是多范围比对,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为什么不行? 反正你就一直让他跑嘛 找不找得到,有就出现是一或多啦 好,第二个动作就是 我们刚刚如果做的动作 我希望可以怎么样?可以按下按钮 自动帮我把它 有没有,把它东西带过来的话 那可能我需要录制聚集 所以录制聚集的话,也许怎么样? 第一个,我们可以怎么样? 先彩排一下,开发人员,录制聚集 录制聚集的话,你可以把刚刚的动作 流畅的做完 那这个我想之前有没有做过 所以请各位也许可以参考 云端上面的黑名单筛选的答案里面 也许那个步骤我有讲 所以你也可以试一下,录录看 然后可能需要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按下它 自动把刚刚的动作全部做完 另外一个按钮是清除 我们那两个按钮,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刚刚主要是利用两个主要功能 第一个是利用Count if 特别就是Count if 如果你选黑名单 建议是Ctrl Shift向下 把它选起来 那第二个是用筛选 筛选的话意思就是把1的部分留下来 0的部分把它隐藏起来 那再把你需要的东西复制贴过去 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